因為上次直播的時候有很多粉絲說 還沒有收到 還沒有收到CD 所以我很怕 還沒有填的人怎麼辦 因為已經兩部賣完了 那還沒有填到的人怎麼辦 因為已經加開完了我不知道耶 謝謝Akira的真情告白 會加開嗎 不知道耶 是不是 是不是我那天直播講完你們 你們才趕快去鐵 因為怕我擔心 是不是 還是你們剛好那天才收到CD 謝謝阿努娜奇的LOVE 因為我不講 我不講的話 你們是不是都以為我不擔心 不擔心 所以都不甜 然後我講了才要甜 你們好壞 那天是CD出貨沒錯 所以不是因為我講你們 才勉強甜的 都偷偷甜 HELLOロD 路婷晚安 阿華 headline 冠綜 HELLO 平台晚安 那你們不可以 你們不可以想說MINA的已經玩獸了 然後就隨便舔別人喔 如果之後有加開的話 其實我有點擔心加開耶 因為如果你們是因為怕我擔心沒有賣完 然後去舔完的話 結果之後加開就沒有人的話 我會有一點擔心 阿聖無安 謝謝米酒的love 誒志祥 你從貓村回來了 謝謝博弈的love 因為加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耶 我這樣是不是很矛盾啊 就是 當然會希望自己可以玩獸 可是加開的話也會擔心 就是畢竟我們的粉絲基數沒有那麼多 所以也很擔心如果加開會不會沒有人來 我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怎麼可能不擔心 擔心慘了 志祥今天沒有上課嗎 為什麼你可以出去玩 紅A午安 開心開心嗎 還沒有開啊 相信你們 我我 好我相信你們 可是 可是我也擔心你們 擔心你們 就是 吃土 我擔心你們吃土 但是我 我最近有看到 一個介紹 有一個吃土的婆婆 她真的 好像不知道她吃土吃了幾年 就 不是她窮到吃土 是她真的 她覺得吃土可以 就是對她有什麼幫助吧 就是在一個 在一個小村莊 有一個吃土的婆婆 是在一個YouTube的頻道有介紹我看到的 我覺得看了覺得好可怕喔 很像 就很不現實的故事 九蛋五安 不希望粉絲刺土來介紹給你們看 等一下喔 好像是有一個頻道叫 五劍小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她就是會 介紹一些比較特別的事情 然後一次就是五劍這樣短短的 然後就看到這裡有一個吃土的婆婆 然後就 那畫面真的太驚悚了 吃土不能飽 我有講錯嗎 你們有看過嗎 吃土不能飽 但是 我也不知道那個婆婆怎麼 怎麼怎麼可以活的 很厲害 鹹羊五安 松燕樓下Mina採過的土特別香 你們怎麼知道 我採過哪一片土 難道我有留下我的腳印嗎 驕驕五安 為什麼會表演給我看 表演什麼給我看 吃土嗎 為什麼會拿來的土啦 謝謝阿葵的應人棒 你可以表演吃CD 還是吃紙 謝謝玄陽的玫瑰 謝謝玄陽的玫瑰 首度的時候採過的 那你要不要在那裡立一個旗子 不要讓別的人也採過 這樣就Mina的味道就不見了 天中 早安 謝謝人品金的應人棒 吃CD大家都吃很多 你們有吃過CD嗎 你們有吃過CD嗎 智翔你一個人去九份嗎 CD大家都很多 但是也不會多到把CD拿起來吃吧 謝謝阿華的Love 好 轉一下 哈囉 好 原來智翔跟三個妹子 一男配三女喔 不錯吧 到底哪裡邊緣啊 你們都沒有人有資格說自己邊緣 我才是最邊緣的那個 塑膠很難吃 塑膠大自然都沒辦法分解了 一定也不好消化啊 該開發CD料理了 楊翔我就靠你了 我覺得可以阿 用CD CD可以怎麼再回收利用啊 拿來當盤子 把它擦乾淨當盤子 天天有資格 天天有那麼多螞蟻朋友在你的手毛上面玩 你也不邊緣啊 最近流行邊緣人 最近流行的嗎 沒有 我邊緣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 你知道昨天晚上姐姐還在說 她很想要去 踩那種 什麼協力車 然後她要跟爺爺一起去 然後她就說 問我要不要一起去 可是 因為她跟爺爺要一起 所以我要另外 找一個朋友 才可以去嘛 然後結果 她就說 妳有朋友 就是要一起去的嘛 然後我就想了一下 然後我就 我想了很久 然後我就 我好像沒有朋友 而且那個朋友還要 就是不怕 不怕尷尬 像我舞專有一個好朋友 可是她就沒有辦法接受 接受我跟其他 比如說 我跟其他 系的同學是好朋友 然後要一起出去的話 她就會覺得很尷尬 或是唱 一起去唱歌的時候 她 只要我跟她兩個人 兩個人唱歌 如果我說要不要多找一些朋友 然後她就會 她就會覺得很尷尬 她就會不敢唱歌 很內向 對啊 我也很內向 阿聖晚安 哈囉爸爸 不怕尷尬 可以現場直接踩點 但怎麼會是今天去啊 兩個人才會尷尬吧 不會啊 就是 那種閨蜜啊 閨蜜最好的朋友 就是可以 兩個人無話不談 對 對 我的閨蜜她真的很害羞 喔 大學生放寒假了 原來如此 我想說 今天怎麼不用上課 還可以去踩點 那今天 欸 那大學生都放假了 那怎麼都沒有人出去玩 還可以跟老闆娘聊天 好羨慕 我也想要貓咪春蓮啦 小琴都放假了 喔真的喔 所以現在已經是寒假了 不知道我沒有當學生太無感了 欸 劍毒啊 好久不見 放假不是要睡到寶嗎 這裡有多少已經放寒假的 對啊 社會人沒有寒假 你看 我這個樣子都已經是社會人了 我居然是個社會人士 哈囉 一台 寒假是啥 不能吃 快要考研究所了也沒有寒假 所以都要準備論文 假信放寒假 其實都要準備論文 可是過年還是可以好好休息吧 倉鼠國有寒假嗎 有啊 倉鼠國寒假四個月 暑假七個月 我是小學生 欸小學生的寒假應該更久吧 還是跟大學生一樣 欸沒有 好像大學生的寒假比較久喔 哈囉 劍之之雙 有寒假等於沒放 但是 因為有寒假作業的關係嗎 還有一個月冬眠 對很暗眼 還有一個月冬眠 沒有啦 另外一個月工作賺錢啦 不然 要吃土啦 托魯江湖啊 小學生比較短 大學生為什麼那麼好啊 要充會考了 欸真的 但是 我那時候要考 考大學的時候 放暑假寒假是超開心的欸 那開心不是去玩 是開心的點是 哇 有好多自己的時間可以看書 因為 平常的話 在學校都會被課表綁住時間 然後有時候還有一些空堂 而且是去圖書館都沒位置欸 就是大家空堂的時間都差不多 然後圖書館又很小 然後每次空堂去的時候都找不到位置 很多人還會 早上八點 早八時候先放東西去圖書館站位置 然後這樣空堂的時候就有位置 好討厭喔 然後就沒有位置可以坐 哈囉楊潔 哈囉文凱 卡卡的懂之懂之卡了嗎 應該是因為分享網路的關係啦 好吧 好吧 那我只好放夕陽了 我只好放夕陽了 然後等一下一直輪播 爸爸要去辦事好喔 有點卡 等一下喔 我等這個夕陽跑完 謝謝坤坤的真情告白 我以為今天下午直播的話可以 可以分享網路 手機都在下午直播 師姐已經卡頓 我居然出現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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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居然出現那個 卡了 等一下喔等一下 你們現在聽得到嗎 謝謝88的我來簽到8888 還有謝謝孝賢的真情告白 要等他跑一下喔 放假課本就不知道丟哪裡去了 你們現在是在聽廣播狀態嗎 我先把他設定一下 哈囉 季風亮 晚安 本完無安 順了 有人不順 還沒順是不是 等一下喔 等他跑一下 怎麼辦我的 好卡 他快跑完了 他快跑完了 我在快轉中 怎麼會這樣 好煩喔 電腦加油 他快跑完了 欸 迷你簽 這迷你簽今天居然有來 在跑什麼 跑鬼輪 沒有啦沒有啦 在等那個電腦 電腦跑完 我要關網路 浪的友善提醒 我覺得那個 欸 以前我從來沒有被浪提醒過欸 看來今天是真的很卡 小千趕慢好了 也太快了吧 發燒發燒一下就好了 這麼強 謝謝孝賢真情到擺 停在圓圓中的定格 圓圓中是怎樣 小君兒無安 可以可以再給他 超過30秒應該就好了 謝謝長大生叔叔的love 去圖書館都看什麼書 我都看 學校有越南市 但越南市就是最多人的 因為越南市只有一間 然後 越南市就是離 我們班上比較近 所以大家都會 那一層樓的人都會去越南市 因為越南市就在我們班隔壁而已 對 因為為了 就不想要跑遠 所以都會去越南市 可是越南市就是太多人了 如果去圖書館的話 我就很喜歡看一些 日文的教科書 其實我 我喜歡看書 但是我喜歡看的是教科書 因為教科書都幫我整理好 東西了 我跑完了 我關一下網路 我關一下網路 圖書館很閃不宜常去 有嗎 圖書館 大家不是都在看書嗎 還是每個學校不一樣 現在順了 太好了 但是只有一首歌可以聽了 圖書館有電影可以看嗎 我們 我讀武裝的學校沒有那麼好 所以好像沒有 可是如果是 大學的話 比較好 大學的圖書館就很高 很多東西 懸崖要先離開好喔 掰掰 圖書館是少數覺得 繳學費值得的設施 但是要看學校吧 要看學校吧 因為有些學校館長的書籍 不是很多的話 就有一點 就沒有什麼值得去的感覺 學校在圖書館在7樓 圖書館在7樓 圖書館在7樓 是只有7樓那一層嗎 一般圖書館不是都一棟嗎 圖書館了 圖書館了 圖書館雙人座位很常都是做情侶 好像是喔 所以去圖書館的時候我就會 我們學校以前很多那種 就是四人的桌子 然後就會兩個情侶坐在一起 然後我都是一個人去圖書館 從以前就很邊緣 一個人去圖書館就會避開坐那個對面 可是有時候真的沒位子 你又不得不住 所以你就要逼自己專心集中讀書 這樣才不會被干擾 對 就在訓練自己的專注力 所以我很喜歡在圖書館看書 因為我在家的話我就很容易 懶惰啊 或是注意力分散 可是圖書館的話 就會逼自己專心 天天的大學圖書館是私利最猛的 天天讀什麼大學啊 哈囉點點頭 Mina如果坐對面一定不能專心 情侶真的很干擾 我倒覺得還好 因為我可能 我對情侶什麼比較無感 五轉的時候我也沒有想要 談戀愛這件事情 我就是喜歡看書玩音樂嘛 我對戀愛蠻無感的 所以 就看情侶放閃我就會 就看一下就過去了 就是我 對我很免疫耶 其實我真的蠻無感的 哈囉 黑流星晚安 情侶不要聊天都還好 你說聊天太大聲 我覺得情侶 我真的覺得情侶其實還好 比較 比較 吵鬧的話 就是有些 有些人在小組討論 然後是 小組討論 然後在圖書館 不能很大聲講話 然後他們就會 這是什麼帥 就是這樣子嗎 就是一直用那個氣音講話 可是我覺得 就很想跟他們說 可以不要用氣音講話嗎 就是你要討論 就是你小聲的講出來 我都覺得還好 可是用氣音聽久了 覺得還蠻不舒服的 有打呼的 他去圖書館是幹嘛 對其實氣音反而更大聲 這有點 這有點討厭 所以 戴耳機吧 但是戴耳機的話 要聽 要聽那種 純音樂的 就是沒有歌詞的 因為我每次只要聽那種 有歌詞的音樂 我就會 腦袋一直在跑那個 歌詞 昨天母湯我去圖書館 把咩 喔 那有把到嗎 謝謝小明 謝謝小明 幫我回答 Gucci 會忍不住跟著唱 對啊 我每次聽到 有歌詞的都會這樣 謝謝本玩玩的love 黑流星現在正在開箱中 有開到Mina的生血針嗎 聽任何音樂都無法讀書 我也是讀書不太喜歡配音樂 可是如果旁邊的人真的太吵的話 我就不得不會聽音樂 但是有些人在圖書館聽音樂 也是很大聲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音樂要聽那麼大聲 已經大聲到旁邊的人都聽到 他還在聽什麼歌了 而且又會很不好意思說 西蘭無安 哈囉 哈囉古早味 重聽 有些人就喜歡聽很大聲吧 可是 我是怕 因為我太喜歡聽音樂了 我很擔心我的耳朵會壞掉 所以我不敢聽音樂太大聲 音樂的話 我在圖書館我一定是開最小聲的 就是一耳 用那種會露音的耳機 所以是耳機不好 我一直都是習慣用那種 錄耳式的耳機 因為那個隔絕噪音比較有效 如果是一般的那種 根本就沒有用啊 所以我覺得有些 邊聽音樂邊讀書很厲害耶 我都讀不進去 伊太小聲 可是圖書館很安靜喔 聽金屬讀書很厲害耶 到底怎麼聽金屬讀書的 聽金屬的話 我可以邊聽金屬邊刺繡 話說我前幾天找到了 我很久以前刺繡的作品耶 可是放在房間你們想看嗎 我很久以前刺的 我都忘記我有秀了 都聽西洋讀書 還是看著Mina的直播 你們要看嗎 好啊 那你們等我去拿一下一下 而且有兩幅 一幅是我第一次刺繡的 謝謝新鮮檸檬的螢光棒 我去找一下喔 應該很快 等我一下 大家我回來了 我還有很多沒有秀好的 下次有機會的話 不然我邊直播邊刺繡怎麼樣 因為我最近在整理倉庫才看到的 我先給你們看我 今天是鏡像 沒有吧 我剛剛轉過了吧 還是剛剛卡住它有跳掉嗎 我第一幅 這是我第一幅刺的畫 但是這是第一幅刺的 其實它已經有一點 泛黃 有一些地方有一點泛黃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這是 錦 錦 這個的話 其實它秀好你要去那個 買那個框 就是錶框錶起來的話 就才掛在家裡 對 這是紅鯉魚與黑鯉魚 還好不是綠鯉魚 綠鯉魚很難唸欸 對 這是我第一幅秀的 那 為什麼第一幅秀這個呢 是因為 它比較簡單 就是它總共只用到四個顏色而已 總共只有四個顏色 比較簡單一點 哈囉麥迪 紅黑鯉魚 紅黑鯉哪裡有鯉啊 對 然後因為它的圖案也比較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不太複雜 所以我第一幅就是秀這個東西 給大家 大家截圖 截圖 Mina的第一幅 第一幅刺秀 黑色長得很像海豚 有嗎 先去吃飯好喔 阿華掰掰 然後我的第二幅 我的第二幅其實也 謝謝阿妮掌聲鼓勵 我的第二幅其實也蠻 也不算很難 也不算很難 我的第二幅是這個 這個是 這個不是書法寫的喔 它是書法體 但是這個是 真的是用秀的 你們靜看就知道 就是 是這樣子 它是這樣子的 對這是十字秀 這個十字秀 就是一格一格 這樣 靜 這個掛在牆上看了就是 這個要表框 然後掛在家裡 就是很棒的那個 掛飾啊 謝謝阿基拉的掌聲鼓勵 這樣很有持際感 有嗎 楊熊的媽媽也喜歡秀這個 真的跟我一樣 這種嗎 這個很好看耶 但這個秀蠻久的 因為它的圖案就是離的比較遠 所以 所以比較 給你們看它後面 它後面就是這樣 後面就會有一點 因為距離比較遠就會變這樣 這真的蠻好看 可是它也不算是特別難的 因為它總共只有兩個顏色 因為刺繡的話 如果太多顏色 你要一直換線很麻煩 但它就是我秀的唷 這字體很妙 我覺得蠻好看的阿 有種流暢感覺 哈囉麥迪 好 截圖截圖 我的第二幅畫 這個要刺多久喔 這個其實蠻久的耶 我應該有分 我可能有秀一兩個禮拜吧 我想 這是慢慢秀而已 謝謝本丸的掌聲鼓勵 我畢業以後可以賣這個 有人要買嗎 可是還蠻喜歡刺繡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也是邊刺繡 然後我就一邊聽搖滾樂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快繡完了 然後我姐經過 她就看到她說 你在繡靜 然後結果你放的音樂那麼吵 也太奇怪了吧 她就 會嗎 然後她聽搖滾樂然後繡靜 我就是一個很 很 我也不知道耶 我是一個怪人 可以刺繡鬼樂的logo嗎 可以 但是要設計一下 要設計一下 這幅還保存的蠻好的 但是因為我們家 我們家現在有點太小了 如果以後有換 有機會換到大的房子的話 可能想要把這些畫都掛在牆上 怪數 成員有人知道Mina有這項才藝嗎 我好像沒有講過耶 因為這個才藝 這算才藝嗎 這也不算才藝啊 這是縫刃的一種啊 這是縫刃的一種 其實只要 只要有耐心的話都可以 因為像我姐姐她也是本身對縫刃很有興趣的 然後她之前也有想要秀秀看 可是她有時候秀一秀 秀到一半她就覺得很煩 她就不想秀了 可以貼在後面的牆壁上 這樣嗎 然後以後直播的時候 掛一個鏡在後面 結果最吵就是我啦 第一次覺得我很厲害 欸我彈bass 彈吉他都不厲害嗎 好啦我吉他確實沒有很厲害 但是我現在其實蠻頻繁的 在上傳我的吉他咖啡 我其實是想要當做自己的一個紀錄吧 因為我吉他 我徵選的時候完全不會吉他 然後加入這個團體以後才 自己上網看影片學習的 所以我知道我現在吉他彈的沒有很好 可是 就想說當做自己的一個練習紀錄 就像我現在看我以前彈的吉他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好爛喔 我會覺得以前彈的很爛 可是其實我會看 大家的評論 就比如說可以建議 你們建議說 喔我的 右手好像 一開始有人說 看起來太僵硬了啊 就是可以再柔軟一點 然後怎麼樣更好 然後 慢慢改進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你們就是我的老師 你們可以給我任何的意見 表情也好 肢體也好 都可以給我意見 然後 就慢慢改進 謝謝夏爾的愛德抱抱 阿努娜要準備期末考 欸你還沒有放寒假 居然 天天爬鴿子爬起來 爬鴿子喔 我練Bass的時候已經爬過很多次了 可是我覺得吉他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吉他的 弦與弦的距離更近 有點不好爬 謝謝人豪的love 綜合喵喵還不會吉他 吉他的話其實 我覺得是一個蠻好入手的樂器啊 如果你們 想要 就是追女生 很多男生學吉他 不都是為了追女生嗎 就是 彈唱一首情歌啊 就很浪漫 謝謝田中的玫瑰 哈囉米索 其他不能給建議 只有表情能給建議 沒關係啊 各方面的建議都可以 都可以 還有影片的製作方面 因為我其實也不太會剪影片 然後也是 現在才開始學 然後我也只會用很簡單的 就是手機的剪輯軟體 然後有時候會用電腦 但是電腦也是用最基礎的那個 Windows的 Movie Maker 就是最簡單的 一些特效 就這樣子而已 我也不 其他的我也不會了 所以我 都在慢慢學習中 所以我 我很願意接受大家給的各種意見 但是不要 不要是那種人身攻擊的就可以 或者是一些建議 建議是我覺得 太 太 無厘頭的建議嗎 可能就不行 尼納根本一身才藝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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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納仍不可貌相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覺得 尼納玩搖滾音樂 就不會刺繡嗎 我就聽搖滾音樂 刺這個勁啊 粉絲濾太痛不能給建議 但是當然還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新粉絲喔 畢竟我覺得我們現在的粉絲群還... 基數還不夠大 但我也不知道大家喜歡看什麼... 怎麼樣的內容 我也還在摸索當中 愛死了不仔細看我的吉他影片 我也很努力練習耶 哈囉鋼鐵韓粉 百萬米粉站出來 沒有到百萬啦 目前有一萬九 但一萬九裡面也不全然都是米粉 看不懂吉他 看不懂吉他可以聽唱歌 還是覺得我的聲音太簡 其實我聲音的部分我也有在慢慢調整 就是... 盡量不要讓自己太用力唱歌 因為我的聲音比較尖 我有時候太用力的話 就會聽起來更尖 會不太舒服 所以我會試著比較... 就是慢慢也調整自己的唱法 世界那麼大也有很多懂粉 在說什麼 愛死沒有在聽歌 所以我介紹很多音樂給大家 沒有在聽歌的話 那這樣子心情不好的時候都怎麼宣洩呢 吃東西嗎 因為我是沒有辦法離開音樂的人 我出門... 有時候就忘記帶耳機的話 我就會很焦慮 沒有音樂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就會很想要聽搖滾圓 不要問很可怕 什麼東西 我可以去找適合的音樂 適合的音樂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 我蠻適合中低音的 只是因為IG的那個... 影片它只能放一分鐘 然後一分鐘的話 那個長度基本上只能夠 唱一小段副歌吧 可是通常副歌的音會比較高一點 主歌我覺得比較好的 中低音的部分反而唱不到 就是我不想要大家覺得我... 我講的話聲音就是比較高 可是我唱歌的時候 其實我是可以唱比較低的部分 我還蠻喜歡唱中低音的 就像那個... 之前施雅他們不是說 夕陽前面有那個 你沒有想法 他們覺得那個太低很難唱下去 可是...我就覺得還好 我反而很喜歡那個低音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凸顯我的低音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 Mina不是只有高音 心情不好看Mina直播 所以Ice現在心情不好嗎? 以後看到你度過 就知道你心情不好了 我還不想啟用IGTV嗎? 我有... 我現在有用IGTV 但是我IGTV主要是放BASSCOVER啦 我覺得我還... 吉他的話我覺得放一整首 沒有什麼人聽 沒有什麼人聽 而且會有那個數據嘛 我自己看數據的話 BASSCOVER其實比較多人看 其實我蠻驚訝的耶 其實我以為大家會... 不太懂BASS 可是... 沒想到BASS的... 愛心數觀看數 其實是比吉他彈唱高的 我不知道跟頻率有沒有關係 因為我其實吉他彈唱的頻率 發的是比BASS還要高的 對... 所以BASS的... 感覺大家比較喜歡BASS嗎? 我有點驚訝 BASS手元年什麼? 哈囉花生糖 不說話帥帥很吸引人 我覺得吉他COVER的話可能... 出... 痾... 問題點可能是我的聲音 我的聲音一般人... 比較難接受 嘴巴嗶嗶可能大家比較喜歡 還有... 就是我的吉他還沒有很強 所以我還要再多練習 不以稀為貴 想聽整首吉他 但是我就覺得我吉他沒有很強 就是... 我還沒有到那種... 特別是到很多歌曲到中後段會有... 尖奏Bridge的一些Solo的部分 但是我吉他沒有厲害到... 可以彈什麼演奏曲啊或者是Solo那麼強 所以我吉他的話我通常不會彈到整首 但是BASS的話... BASS的話尖奏Solo的地方 就是我最開心的 就是很帥 因為畢竟... BASS是我比較拿手的樂器 吉他的話... 我還沒有那麼強 所以比較難彈到整首 哈囉東東 會不會是吉他太多人會了 嗯...不知道也有可能 但因為我目前也只上傳過一支BASSCOVER 所以我還要再試試看 大家比較喜歡什麼樣的內容 反正都是慢慢嘗試吧 搖滾倉鼠 過門會練到崩潰 不會啊 我覺得很... 就是... 事情有挑戰性它才值得挑戰嘛 不然的話... 太平穩就不好玩了 是吧...人生也是這樣子 要有挑戰性才有趣 我也可以很平平穩穩的過生活 但是... 嗯...我選擇走演藝 也是對我自己的一種挑戰啊 反正以後就走走看嘛 以後怎麼樣再說囉 反正...現在的話我能做的就是 充實自己我也多練習才藝 你看有人說我... 應該要練習第二才藝 可是我覺得我已經在練習啦 我已經在練習啦 我在加入這個團體之前 我只會彈BASS而已 但是我現在也在練吉他 吉他就算是我的第二個才藝啊 反正很多事情... 就是跟大家一樣啊 都... 一起學習慢慢成長 然後現在也在學習剪影片啊 如果... 以後不當偶像的話 也許也可以... 開自己的頻道 不知道 哈囉阿葵五安 你哪一聲奏摺 什麼... 什麼叫一聲奏摺 SOLO很容易越彈越快 所以要對節拍去彈比較好 哈囉祝瑋哥 人際關係太繁雜說 都會不自覺注意到Mina的口型 為什麼阿 為什麼阿 是因為... 很奇怪嗎 還是... 什麼 看到SOLO原地 死亡... 因為小微有在練... 練吉他嗎 哈囉... 哈囉... 紅毛... 哈囉... 當掉才出去的... 喔... 現在應該不會卡了啦 母湯狼跟叮噹鼠今天請假 好喔... 我明天五點也有直播 謝謝志瑋哥真情告白 還有陶笛 陶笛別說了 陶笛我只是... 玩玩而已 還沒有好好練習過 哈囉...Kate五安 Mina會考慮之後玩電吉他嗎 不知道耶... 目前是沒有啦 電吉他的話我很久以前就有彈過嘛 就是我... 我第一次... 樂團表演的時候就是彈電吉他 可是... 那時候彈的就是很簡單的 格刷刷core而已 可是... 電吉他要變得很強的話 就是要SOLO阿 還有很多效果 我覺得我可能沒辦法 我覺得還是把貝斯練好吧 不要搶人家飯碗 用嘴削蘋果也算一個技能 但這個技能有點... 有點... 髒耶 有點髒 哈囉... 中勳午安 小威從五年級就開始練... 練吉他也太酷了吧 很少他要有小學生在練耶 日本的話感覺比較多 台灣的話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很多... 很多爸媽都不會讓小朋友接觸搖滾圓 台灣真的比較少 Mina最強才藝是中藝 也還好而已啦 還好 余婷姐午安 會兩種以上的樂器算才藝很多嗎 我覺得... 還好喔 而且我吉他也沒有到很厲害 對... 就像我一直想要學鋼琴啦 可是我... 我看到阿騎彈了鋼琴之後 我就覺得... 就放棄好了 人家從小開始學 我現在... 我現在開始學 我至少要... 十年二十年也不見得有人家彈得那麼厲害 到時候我都幾歲了 三四十歲了 我就... 就想我怎麼辦 真的很想好好學鋼琴 可是... 我都已經這把年紀了是吧 會敲三角鐵跟翔板算兩種樂器嗎 這也可以阿 但是你要敲在節拍上喔 就是拍子要很準 然後還有...而且... 真的... 真的... 三... 欸不是三角鐵... 翔板要敲到很厲害 就是那種... 你看人家那種相聲 的時候就會有個... 就是敲得超快的 如果可以練到那樣的話 我覺得也蠻厲害 可是如果只是這樣 啪啪啪 的話感覺好像... 你算是... 感覺那樣稱不上會那個樂器 懂嗎? 就是... 你要說我會那個樂器的話 那你要說... 喔那你會什麼 你要展現一段人家看了會覺得 好像還蠻厲害的 會打太古達人 欸我覺得會打太古達人很厲害耶 是不是... 艾斯是不是出現在那個地下街 然後就... 的那一種 經過地下街 很多人在那邊玩那個... 什麼太古達人 還是什麼... 就是那種遊戲機 然後都是... 就是神手這樣... 超快的 我每次都看都... 傻丟 在旁邊有會... 我也很多路人在那裡看 超強的 我不行 太難了 欸那很燒錢耶 呵呵呵呵 哈囉琴虎 謝謝富瑋跟著我來簽到喔 是高手 我沒辦法 太古達人打得好耶 這很厲害 活到老學到老 所以我才想要活到一百歲啊 因為這樣才可以學很多樂器 我其實真的蠻希望自己可以... 會很多樂器的 但是就現階段來講 我... 我的Bass也還沒有到很強 只是相對吉他而已 比較有自信一點 所以我覺得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還有... 我也想要學很多樂器 但是我不想要... 半空子要半吊子 喔什麼好像都會一點 但是... 又選的不好 雨過天請哈囉 弟弟三年級打爵士鼓 欸這樣可以自己一家人組一個樂團耶 好可愛喔 哈囉富瑋哥無安 小明會敲木魚 是認真的會敲嗎 琵琶可以試試 可是... 琵琶詩雅已經會啦 就想要學一些 更特別一點的樂器吧 搖滾隊老一輩有叛逆的感覺 我也覺得欸 琵琶對樂器有天賦嗎 有天賦的話 我現在應該會更多樂器吧 我只是對樂器 對音樂很有興趣 但是天賦嗎 我覺得我也沒有到那麼強 因為在YouTube上面 就看到各種... 各種神人欸 就是超強的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到他們那個境界 可能是我天賦不夠 謝謝富瑋哥的老虎 歐他媽桶 是這樣念嗎 是一家學的那個嗎 七號五安 謝謝Kate的老虎 天賦 沒有天賦只有天賦羅 天賦羅 天賦羅好吃 要說才藝可能是扯鈴 欸我以前國小也很喜歡玩扯鈴 我記得好像是有一年的兒童節禮物有扯鈴 然後拿到都超開心的 每天都在玩扯鈴 現在TP加起來有沒有十種樂器 我數數看喔 鋼琴 吉他 貝斯 爵士鼓 差不多一個樂團的 然後有琵琶 有琵琶 還有什麼樂器 還有一家的那個什麼 蝌蚪 還有什麼 瑞琴好像會 會 小號的樣子 然後法法會 大提琴 卡林八琴 喔9種了9種了 還有什麼 口琴 誰會口琴 有欸 這樣子有10種樂器 但是我們那麼多了 我們40個人欸 40個人有10種樂器 好像也還好 國中生應該都要會一下子 那這樣也有10種 謝謝玉安的年度選票 犯了一個交響樂團 比較 感覺比較像搖滾 搖滾嗎 呵呵呵 合成樂 合成氣手 是時候 該來學拉二胡了 為什麼是二胡 謝謝玉安 期待18號見面 就是這禮拜了 可以教小唱組彈琴 彈什麼琴 鋼琴嗎 合成氣手是什麼 阿神會彈歐塔瑪桶 真的假的 那個法法是會彈 呃不是 會拉大提琴 小提琴的話 誰會 紫萱是不是會小提琴 18號位置在好後面 我會努力往後看的 雖然老鼠的眼睛不是很好 謝謝企鵝的玫瑰 裸骨萱天 怎麼很像電影的名字 香腸晚安 小時候會大提琴 長大不會了嗎 沒有 其實我發現 我還蠻想學大提琴的 因為我發現 很多很厲害的 貝斯手也會拉大提琴 就是 因為一樣是屬於 屬於低音的弦樂器 所以好像有一點類似 我不知道 對 真的超貴的 而且也很不方便出國攜帶 阿啟有小提琴的氣質 我覺得各種 我覺得阿啟也有那個 竖琴的氣質阿 阿啟整個人都很有氣質 貝斯的老祖宗就是大提琴 所以我還蠻有興趣 出國西帶的話 還是吉他最方便帶 旅行吉他 像吉次郎那樣 小小一隻的 比較好帶 永伊娜的場都在中間 喔 伊丁師 米娜會被大提琴完全遮住嗎 沒有啊 我會從旁邊這樣 欸 露出來 阿啟整個人就是 樂器集合體嗎 阿啟 阿啟會鋼琴還有什麼啊 我知道阿啟的鋼琴很厲害 那沒有看過阿啟演奏其他的樂器 從旁邊看出頭來嗎 好像在拉什麼東西 阿啟會彈鋼琴跟中二 好像差有一點多 還蠻反差的 哈囉米娜晚安 不會因為氣質會跆拳道 會跆拳道很厲害 還可以打壞人 欸V花絮一開始眼睛沒睜開 我沒睜開嗎 太早了 凌晨三點多 而且那時候就是 喔對 我們要到那個高美濕地 然後就是在車上的睡覺 然後 就到了一個地方 然後把我們放下來 然後 我們完全不知道 在哪裡了欸 就把我們放在一個 很空曠的路邊阿 然後很冷 再下來的時候 喔對於是哪裡 是高美濕地嗎 就還有一點懵 剛睡醒 然後也不知道到哪裡了 好像被綁架 反正上車就對了 到了就下來 又懷疑鼠聲了嗎 沒有這真的不知道在哪裡阿 哈囉盡力 午安 明天是期末考最後一天 YA 就要放假了 咪尤加油 不會樂器只會抬槓 會抬槓也很好阿 你看很愛眼 很愛眼牛排跟胡胡椒 他們就是 就是靠 就是靠他們的嘴巴 他們很會講話 然後你看 就 就百萬 百萬訂閱 百萬Youtuber 然後 愛情方面也很順利 就是 很厲害 人生勝利主 已經可以算是人生勝利主了 荒野求生系列 欸已經好久沒看到 信誓丹丹發片了喔 好玩放寒假 準備要去哪裡玩了嗎 史達夫姐姐說我們被賣了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所有工作人員也跟我們一起去阿 花絮米娜邊緣一個 我就 我本來就很邊緣阿 大家看起來都沒睡飽 拍MV的時候大家應該都沒睡 沒睡兩三個小時的阿 小巴那段房台 我不知道在幹嘛阿 結果只是休息站廁所 也不知道 工作人員也會一起被賣掉 所以誰是販賣的人 其實是司機是嗎 是嗎 前一天晚上在公司集合 我已經不太知道了 差不多12點多吧 開始梳化 然後再過去的 對 已經不知道是哪一天了 不知道是 算是當天了嗎 當天出發 當天再到公司 還是算前一天 已經不知道是前一天還是當天了 12點左右 在車上有睡一下一下 哈囉哲瑋午安 你哪和雨林平寒吃飯不邊緣 謝謝謝謝平寒跟雨林收留我 泥泰文 阿基還準備手搖 不能離開手搖的阿基 阿基真的很喜歡喝那個 手搖飲 我的話我很少 太貴了 我還沒吃飯 我等一下 等一下6點多差不多吧 直播結束之後要去吃飯 阿琪是飲料打人 可是阿琪還那麼瘦喔好羨慕喔 我的話我雖然很喜歡吃珍珠類的東西 可是我就是怕那個咀嚼機會太發達 所以不太就很少喝 但是我是蠻喜歡的 比較瘦你說哪裡臉的話沒有 珍珠都童話去臉頰了 可以用吞的會噎死吧珍珠又吞的 危險阿 你看人家那個果凍 因為吃果凍噎到的小朋友都多少了 瘦不移民健康 我要說我是瘦但是健康的 看我的臉頰就知道 營養豐富 蘊含大量蛋白質與膠原蛋白 Mina的臉頰肉可以捏成正方形嗎 可以阿你們看 等一下下巴太尖了 有正方形嗎 有一點接近可是下巴太尖了 沒辦法 沒有辦法變得很正 我知道我的臉鼓一點 有沒有正方形的感覺嗎 老了以後會變我們這家的人物了 花媽媽 你說我老了會變花媽媽 希望我的身材不會變水桶藥 要保持身材 哈囉君米晚安 我老了 2020的手機桌布也太驚悚了吧 不要啦會嚇到 每次滑手機滑開就嚇到 我的臉變比較成熟的感覺 臉變方一點會比較成熟 真的嗎 原臉會比較像小朋友 是不是 下巴是永遠不會變的真理 還害我下巴是尖的 因為我臉這麼圓 如果下巴 我再沒有下巴的話 我整個更可怕 整個就是一顆球 我覺得最近的天氣好乾喔 我的皮膚都有點脫皮 太乾燥了 我IG明明就有很多適合當手機桌布的照片 之前那個你們沒有存下來嗎 不要亂換啦 真是的 真的有朋友沒下巴 很多人沒有啊 也沒有說很多人 有些人就是比較沒有下巴 或是下巴比較短 其實我下巴 我下巴也不算很長 如果我下巴再長一點的話 可能臉會看起來更尖一點 需要16比9的照片 我還有 我還有 之前的啊 之前的不是有嗎 哈囉 微塵 午安 這樣很剛好 但是就是 臉頰肉太多了 我也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好困擾 你拿著每一張美照都有存下來 也不用每一張 欸每一張美照 好對 美照要存下來 有些比較那種 的這種啊 就可以不用 就可以不用 對對對 不用全部都存 要用動態桌布 動態桌布我不太喜歡用耶 因為我手機容量不是很夠 動態桌布會很吃流量 有時候會很卡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用動態桌布 聖誕節過了桌布要換成旗袍了 可以啊可以啊 今天Mina會到幾點呢 應該到差不多到6點 因為我等等要出門吃飯 找奶奶吃飯 瘦聯後的樣子 沒有現在好看 我瘦聯後的樣子 我什麼時候臉瘦過了 等一下 我什麼時候臉瘦過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 存Mina的圖存到手機都沒空間 我最近手機也是太多照片了 旗袍16V9的照片 好像 好像沒有耶 因為用手機拍的都是 都是3V4的 今天竟然是跟奶奶吃 對 也要去拍美照了 昨天 昨天去中山也是跟奶奶一起去 是奶奶說 那個地方很漂亮 想要帶我去拍 然後順便 順便 就是業配她的手機 她買那個新的手機 夜拍超好的 就是像我的手機是 就晚上拍就會很糊 我昨天起司船的照片 那兩張是我用我的手機拍的 就有一點糊 奶奶的話是 好像是小 是不是小米 好像是小米 她夜拍很好耶 小米新出的手機 夜拍超厲害 很像相機拍的耶 我今天 我今天 我今天應該會發 奶奶用她新手機拍的 真的超像相機拍的 因為我昨天發我手機拍的 我就覺得看起來好糊喔 可是 可是她 奶奶的那個新手機拍起來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以後出去晚上 晚上拍到我只要用奶奶手機拍 夜配的不知不覺 沒有 只是覺得很厲害耶 小米最新出的 算不算最新出的 反正就真的蠻厲害的 沒有我是真的覺得很厲害 然後 而且我最近 我的手機的合約也快要到齊了 然後奶奶就叫我 也去換一隻手機 可是我覺得 換一隻手機也很貴啊 我還在想 如果換新手機要換什麼 我還在想 9T Pro 對 而且我要吐槽 吐槽奶奶的英文 我昨天問說 奶奶手機的 燕配 不是燕屁 你在講什麼 我說 燕拍 燕拍不是燕配 啊 我昨天問奶奶說 你手機的燕拍好厲害喔 是什麼型號 等一下 不是燕配 我被你們 你們一直打燕配 害我講成燕配 不是燕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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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啊 我問奶奶 她的手機燕拍很厲害 是 是哪一個 型號 然後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什麼小米 燕拍 然後就出現9T 我就說 欸是這個9T嗎 然後奶奶就說 不然好像是什麼 9T Polo的 呵呵呵 你有聽到奶奶 奶奶她說 9T Polo 然後我想說 Polo 我想說 是Polo3嗎 我說是Pro吧 一般 一般手機 比較 比較專業一點 應該都是Pro級吧 就是更好的意思 對吧 可是奶奶跟我說 9T Polo 我真的覺得奶奶英文真的很差欸 對啊 她連Snow都可以講秀欸 就是這種三四個字的英文單字欸 不是我要說 我要笑死了 可以穿著手機 我覺得奶奶的英文程度真的是 太厲害了 她怎麼這麼厲害 我給她笑死了 對當然夜配 不是夜配 啊 夜配 你們不要一直打夜配 我一直 我要瘋尿了 夜拍 我覺得她的手機夜拍真的很厲害 就是昨天PO是我手機拍的 好 我下一次 我明天直播再跟你們討論要換什麼手機 不是夜配 啊 大家請不要講 夜配 夜配是什麼 我是真的 認真思考要不要換手機 好我現在先來念今天的排行 好準備出門了 奶奶現在在看直播應該不會啦 英文的四月熊妹是怎麼反應 好我下次問問熊妹 手機是吃飯工具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手機也還沒有很差啊 只是有時候直播會卡 但是應該不是我手機問題吧 還有容量最近有點不太夠 謝謝新鮮檸檬的螢光棒 還有晚上拍照的時候覺得沒有很好 你們現在討論要換哪一隻手機好不好 新年換新機 要考 但我有可能也不換啦 因為我的那個 資金還不太夠 等一下喔我要來念排名 Sony Sony 小千的手機是Sony的是嗎 新年換新機順便業配 才沒有 沒有業配 廠商提供樣品機 沒有廠商好不好 我都是真情推薦的欸 ASUS 對 因為其實我不太懂手機 我不太懂手機 但是我還蠻重視 我重視拍照的畫質 然後還有夜拍現在也蠻重要的 然後音質也要好 因為我常常聽音樂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推薦的嗎 我昨天有去看了很多那種 就是3C的一些評測的網站 但是不是很懂 看不太懂 因為它太多東西了 然後一些什麼比較 看得我很亂 習慣用 我個人是習慣用安卓 可是因為成員們都是用蘋果的 所以有時候他們在傳檔案的時候 會有一點不方便 就是只有我沒有辦法 接收到大家檔案 所以有點困擾 謝謝MARS追蹤 哈囉奶奶 MINA需要耳機孔嗎 耳機孔 我當然需要啊 終於講對夜拍 你們不要一直打夜配好不好 謝謝MARS的玫瑰 我要來唸今天的排名喔 Samsung喔 但我姊姊之前用Samsung的很容易發 手機很容易發燙 有點怕怕的 拍照 盲測 但其實我覺得有點看不出來 就是你自己去拍你才知道 可是看人家盲測就是感覺 感覺 感覺都差不多啊 突然加速 因為我要唸排名了吧 好我要來唸囉 今天的第13名是 新鮮檸檬 謝謝新鮮檸檬 我要先丟預算是嗎 我的預算 一萬 一萬多一點點 可是如果真的很好的話 真的很好的話 蛤?可是我覺得手機兩萬塊好貴喔 我還蠻想買Google的 聽說那個夜拍很好 可是 可是 Google的那個好像要兩萬塊 蛤?我不知道欸 兩萬塊以下的話 是不是選擇會比較多啊 要兩萬以上才會比較好的 嗯 還是我先不要換 再存錢存久一點 再換貴一點 但是我就要先用我現在這隻夜拍 不是很好的手機 謝謝玉安的love 是續約還是空機 我一般都是買空機 因為 要綁約的話 其實他都會把那個 就是可能手機算便宜的給你 可是 那個 月租費就會變得很貴 因為我現在 現在的月租費是599 哈囉 婷婷晚安 直接拿姊姊手機來拍 當然 有時候不是每次都跟姊姊出去啊 去雙岩下面撿 雙岩下面有手機啊 第十二名是 謝謝 第十一名是 謝謝 可是如果綁約 我覺得 的那種 通常月租費可能要一千多塊 一兩千 你每個月多五百塊的支出 其實那個錢就跟買一隻空機 不是差不多嗎 我都覺得沒有賺到耶 第十名是 本丸 謝謝本丸 第九名是 巴巴 謝謝巴巴 第八名是 Aquila 謝謝Aquila 第七名是 天宗 謝謝天宗 第六名是 坤坤 謝謝坤坤 第五名是 富偉公 謝謝富偉公 第四名是 阿米 謝謝阿米 謝謝阿米 第三名是 孝賢 謝謝孝賢 第二名是 志偉哥 謝謝志偉哥 第一名是 夏娥 謝謝夏娥 送菸往下挖都是手機 好我有空去娃娃 好啦 大家明天下午五點也有直播 大家明天見囉 明天可能會播久一點 那大家晚安囉 掰掰 掰掰 我要出門了 阿 卡住了嗎 卡住了嗎 掰掰 我怎麼覺得好像卡住了 我看不到留言 看不到留言 謝謝阿卡亞一光棒 有有有有有有出現了出現了 欸 是卡了嗎 好了 大家拜拜喲 好嗎 謝謝阿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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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